嘿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這部影片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爽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是我們開始選角的時候畫面 我們的P2呢 他專精就是魚柱加上花形 可能還有一個光頭 那他突然可以看一下他打的字 那個聊天室那邊 他打應該是罵個髒話之後 P3又來戳 那我當下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基本上我跟這個櫻木 要嘛雙排要嘛三排 那要戳呢 也可能只會戳到單排的人 但我不太記得 這個我們的鬼之櫻木 是不是有在外面截仇過 因為基本上他都跟我一起打 那麼這位玩家 我們是完全的完全沒有任何印象 要戳也是我們兩個一起戳他 沒道理他只針對P3戳 反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這個逛高 然後選了一個安田 當下我就有意識到 這個安田很有可能 是綠色的安田 然後呢這時候我們櫻木就問他 我們認識嗎 根本就不認識他 對啊我當下是有點傻眼啊 這名玩家 這個非常非常的不尊重啊 其他玩家的權益啊 好了就算他跟P3有仇 那跟P1P4啊對不對 就選了一個銅牌綠色安田 我當下直接傻眼 我跟你講這一場我們好像已經啊 連敗了大概三場了吧 雙排連敗 媽的咧第四場又遇到這種來戳的啊 我真的啊不公布一下你我受不了啊 這樣的行為啊真的是應該要被遏止啊 你到底啊是打牌位拿星星啊 還是來尋仇的啊 我實在是搞不太懂啊 不過至少啊我得表揚一下他啊 不要說的一無四處 他至少沒有一開始就掛機 或是故意讓對方啊把球給抄走 那他呢就是一直把球交給我 那其實呢這樣就夠了 那這邊呢我在尋找一些機會出手 但沒什麼機會 下一次傳球我決定啊 進攻他們家籃框 Thank you very much 先一個啊單臂爆扣啊 打開這場賽局啊 我跟你講對方啊絕對覺得啊 哇爽了透懂啊 幹對方選了一個啊 綠色安田啊 肯定截仇啊 一定會覺得我們有內訌啊 那這邊的話呢 我跟櫻木的安排就是啊 我負責呢蓋魚柱 然後呢他負責呢去跟這個猴子的跳扣 那猴子落後撤呢 就我們就夾賽沒辦法 那這邊的話呢 我一直啊想要找機會進攻啊 因為啊面對到對方這種 防守陣容啊 一下光層又要抄我球 我傳球之後很有可能被截掉 那麼一下呢這個猴子很有可能 會直接衝過來蓋我 所以我不太敢這個正大光明的進攻啊 剛那一球根本是撿到 哇結果猴子這邊呢 又彈出了一個礦位出手 他第一球啊其實是那個 那個三分三分的空位 雖然剛剛第二球算是被制裁啊 那我這邊想要嘗試 靈威不亂拔起來 靠鑰 結果呢球被拍掉 因為這一場很明顯啊 這個安田是不可能進攻的啊 他能夠啊幫我啊干擾一下對手 我就握蜜陀佛 我跟你講假設啊 他們籃一下是什麼花形啊 高砂還是櫻木啊 還可以挑戰一下他們的籃框啊 但是啊他們猴子加魚柱啊 我真的很難打 那這邊你看猴子一個撈月啊 這一球又把我撈掉 還好啊安田又撿到球 他也願意分球 我覺得這不錯啊 這邊一個想說帝王牆頭先出手 不過呢最後進了 那就OK啊沒問題啊 不然的話啊 這個帝王牆頭就有點浪費 那這一場呢這個畫面有時候會卡盾 那是因為我在錄製的時候這個OPS有點問題啊 所以呢會突然卡一下卡一下 在此深感抱歉 那這邊呢我先把魚柱這球給扒掉 魚柱這邊又想跳是嗎 我再給你扒下來啊 那安田撿到這個球之後 再把球傳給我 那我必須呢想辦法在這一次出手得分 所以我決定直接使用帝王槍頭 迅速的再拿下2分了 哇還好這個魚柱啊 手手有伸出來啊 壞手手啊 那我這邊啊一直盯著魚柱屁股看 結果猴子這個跳扣 沒有跟沒有幫忙去蓋到 算是 因為啊他不是經由魚柱傳的 所以我覺得剛那球也許可以幫到忙 那這個安田呢肯定啊是不會出手相救的 所以呢我只能想辦法找空檔進攻 哇漂亮這邊有個空位出手 那這個阿木啊空位啊基本上都是可以進啊 所以呢這個出手一看啊我就直接回頭跑到啊 松山火車站都沒問題 好啦那對方的攻城 嘗試一個干擾中距離出手 球彈得出來被猴子拿掉 那這一球的話呢被我截到漂亮 櫻木再一個撲接 那這一球呢是很有機會領先到兩個球權的啊 哇這一球呢我直接吃憋啊 這是一個尷尬的失誤啊 我呢本來可以好好的至少啊一個帝王速投啊 或是帝王上籃也好啊 結果啊被猴子抓到這個火鍋啊 我覺得啊很有機會啊是他這個運氣好 剛好啊天色一樣天黑請閉眼說他直接跳起來蓋到我 不然照理來講啊這個你就算知道要蓋也不太知道位置 好這邊趕快用一個空位出手啊投下去啊 這一場球出得去啊籃板還不僅撿得到啊 所以每一球啊都非常珍貴 好那我這邊呢又跟著魚住走 那這一球哇結果呢傳給猴子猴子一個輕輕鬆鬆的中距離跳投 不過呢我們現在還是算是打平啊 這一球能不能打進的話那這個更好 那我現在身上呢是還有帝王意識的 所以我想說拿帝王意識來進攻啊 那這一個嘗試出手籃板回到對方手上 很可惜啊那工程電光火師開起來 我在心裡相當緊張 魚住跳起來沒蓋到 欸不對他穿個猴子糟糕 那我這邊後側也跟不出去啊 這個干擾都沒干擾到 然後現在呢換我們啊再落後兩分啊 那我呢在這個位置看到工程超球 那猴子呢又被櫻木擋到 我離他至少啊500公里啊 結果他還是直接給我扒掉啊 這一球真的是有點驚訝到啊 那這一球魚住我居然還沒蓋下來 我覺得我都跳到啊 為什麼沒蓋下來呢 那這邊說實實那實怪工程球超了起來啊 我這一球啊又送出去啦 那魚住這一個灌籃啊是我的鍋啊 因為啊我就跟櫻木商量好我要灌我要蓋這魚住 我當下被操了一下我心裡啊稍微崩潰了啊 所以啊當下沒注意到啊 這算是自己的失誤啊 那這邊還好猴子先蓋我啊 我跟你講不然的話看 我媽這個帝王牆頭直接被沒收啊 尷尬啊 那這個感覺是幸運女神啊 在對我們微笑的感覺啊 那這猴子出手干擾球 彈得出來漂亮來看一下 這工程晃得我們直接帝王三分第三喔 那現在比數呢回到只有一分差 感覺啊還是很有機會 畢竟還有一分鐘啊 我們只要想辦法再守住個一兩球 那肯定是可以 哇 這一個火鍋又沒蓋到 我覺得很尷尬啊被魚住啊 至少啊灌了六分有啊 那安田這時候他說他有大 用一個綠卡只有一接大招的安田 歐呀 OMG 差點又被魚住抓走啊 我的媽呀這一球啊心驚 心驚膽的你知道嗎 驚心動魄 月光光星光光 哎呀捷到球又沒有掉球 那這一球哇 安田把他扒下來啦 我只能說啊此時此刻的安田跟救世主一樣啊 那我這邊看到呢櫻木呢說他也有大招啊 所以我決定把球分給他 但必爆扣嗎 扣進去啦 魚住啊兩個大招都空掉了 所以呢這一球啊有大招的機率也非常低啊 那現在能領先者一分 如果呢這一球可以守下來 漂亮結果呢可惜地板球沒撿到 攻城這一顆球籃板有沒有機會也沒機會 魚住再灌嗎 傳給猴子後側完了 哎這一球因為啊我跟你講也不是安田的鍋啊 因為他直接拔到玻璃角 所以他也跟不太到 不過呢最後的16秒我跟你講 哦這個16秒可精彩了 大家一定覺得啊我最後投一個帝王牆頭啊 就跟他拼了嘛對不對 有就有沒有就算了 我只能跟大家說 完全沒有畫面 哦因為電腦呢又崩潰了 那最後有沒有投帝王牆頭被蓋掉 哦這個 大家知道啊帝王牆頭這東西啊 不是說你起跳就已經按得到 我跟你講我覺得對方蠻厲害或是他剛好猜到 他在我跳的時候 哦幹那那個真的沒錄到 他在我跳的瞬間啊也跟我起跳 我還來不及按帝王牆頭啊 球就掉了我覺得啊最後一球啊 我們是很有機會贏的啊 啊但是這一場真的我覺得 假設多蓋魚住一顆之類的啊 這真的有點尷尬 因為最後我的大招是有三顆的啊 啊真的是氣死我寶寶啦 那這個雖然一開始啊這對安田生氣 但是至少在中間的沒什麼擺爛 啊一直把球傳給我 也撿著地板球也會傳球 也沒有故意在那邊被人家抄走 我想啊可能是打一打就有機會吧之類的 但啊我還是覺得這種做法非常北爛啊 希望大家不要再這樣做啊真的很靠邊啊 而且他還是逛高的啊有技術沒心理素質這樣對嗎 重點是啊比較他就很大的機率啊 尋仇尋錯家你知道嗎 我們家一母怎麼會跟人家解仇咧真的是 媽 嗶嗶嗶嗶